好 花莲是出现不少的灾情 当地知名的东大门夜市摊商暂停营业 用帆布固定好摊位 但是由于风势强劲 帆布仍直接被吹破 置放在内部的生财工具 全喷飞四散倒入了人行道 现场一片狼藉 那么摊商无奈地表示 近年来的台风 这一次是最严重的一次了 目前也只能等风雨趋缓 再回去整理 花莲东大门夜市摊商因为台风贴休息 不放心回到摊位现场寻一下 结果看到这幕差点没啥眼 中间人行道杂物四散 外头有繁布阻挡也没用 墙风灌进去直接吹破 摊商的身材工具全被风势卷到外头 还有楼顶的铁皮也承受不住 破损砸往地面上来 卖烤玉米的摊商内部 晚间六点多的时候 摊子承受不住墙风吹拂 直接被吹倒 往地板的方向压了过去 监视器捕捉到这个瞬间 摊商说近几年来 就这一次的风雨感受最明显 这次的台风真的太强了啦 造成摊商的帆布受不了 整个被吹破 然后一些本身的东西都被吹出来 由于凯米台风对花莲地区 带来的风雨还没停歇 摊商们想回去整理也相当的危险 我是在群组上面发布啦 人车安全先顾好啦 财产的话就是等明天的时候 再慢慢去收拾啦 要不然的话 你现在东西也太危险了 花莲在地震重创后 观光好不容易逐渐复苏 东大门夜市盼望树旗 迎接商机人潮 结果现在又来风雨摧残 只能等凯米台风远离 再来好好的收拾残局 接着花莲综合报道